哎 不好意思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金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在医院哈 今天是12月14号 现在是晚上8点20 然后某驼医就快生了 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 我原本以为就是 简单的拍一张照片 留一个纪念 记录这个珍贵的时刻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一下 还是视频的这种保留性 或者记忆性更加的好 所以说今天就决定 简单的拍个视频 记录这一瞬间 将来给老婆和孩子看 这个房间不大 原本的话 疫情期间生宝宝需要两个人做皮虾检查的 因为我2万日元 因为我上个月刚得过嘛 所以说就不需要了 太难受了 每个妈妈都很伟大 我以为这是占母娘买的哈 但是老婆说都是医院预备的 然后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是预防细菌的一个罩吧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哈 卫生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卫生巾哈 嗯这个是减少肌肤的压力的这一个东西啊 然后这都是医院准备的啊朋友们啊 然后刚刚护子给放的音乐啊 一些轻易的音乐 然后有些疼 这样按的时候老婆可能会舒服一些 这是医院的给的暖宝宝还是热水带 我不知道哈 然后定期一个小时换一次吧 这样可能靠着这个热呀 疼痛会减少一些 旁边的宝宝刚刚生了哈 老婆比较痛啊 在出汗 就是需要买这种补充水分的 凉的也没关系 现在晚上10点15分 然后刚刚住产寺啊 给他按摩一下 希望今天能够出生 现在是12月15号的0点50 然后还没有出生哈 老婆从最开始那种真正的疼痛到现在快13个小时了 所以说当妈妈的非常不容易 看我视频的男生们哈 记得好好的笑紧自己的父母啊 快两点了 然后现在那个裂口是八九厘米左右 还差一厘米就感觉这护士真的是不容易啊 像我老婆就是尿尿什么的都是护士给接哈 就觉得哎呀护士这种工作 惨不可的工作哈 这种夜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现在是四点 这个宝宝看来还是不想出来呀 这个宝宝看来还是不想出来呀 哎呀 现在四点半 大夫再给老婆做检查 所以说我在外面等 感觉我来了差不多9个小时 然后做了4次检查 看看那个裂口开多少厘米啊 所以说差不多两小时检查一次 现在把这个裂口应该有10厘米了哈 从这以后这个宝宝什么时候出来可能还是因而异的哈 所以说只能等 希望这个宝宝能够在6点之前出生吧 然后回去睡两个小时的觉 然后早上还有拍摄 现在是7点半 然后还没有生 然后大夫担心老婆可能受不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说准备打催生剂了哈 现在是上午10点 然后打完那个催生针 呃 8点多打了 然后现在快生了 大夫什么都来了哈 哎呀 看着都心痛哈 朋友们 大丈夫 嗯 记得吗 啊 好 嗯 嗯 你 虽然我似的 我真的想要洗手間 我可以洗手間嗎 我可以洗手間洗手間嗎 啊,對嗎 可愛 我可以洗手間 今天幾天 100天 真的嗎 謝謝 100天 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然後現在是三午11點 然後準備去搬磚 賺孩子的尿布斯和奶粉錢 然後從昨天 到現在 11點是沒睡覺的 但是我的沒睡覺是沒有辦法 跟我老婆比的 要是我的話我覺得疼22個小時 我覺得我會疼暈的 但是 母頭也很堅強啊 這就是母愛啊 然後我以為他分數會很低 沒想到打了100分啊 所以說真的是非常感恩 然後感謝我們的神 然後呢 最後呢 祝大家一個美好的夜晚 或者美好的白天 也希望大家能夠保重身體啊 我是小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